各位特律大家好,我是赵铭 那么继续给大家分析这一次俄罗斯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俄罗斯之后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俄罗斯官方第一时间就把矛头直指乌克兰 说进行袭击的恐怖分子想要逃到乌克兰 说乌克兰是幕后的黑手 当ISISK已经公开的表示他们对这次恐怖袭击负责的时候 俄罗斯政府也正在调查中作为理由 拒绝对ISISK的声明加以置评 那么现在这四名恐怖分子都已经在法庭接受了公开审判 而且从他们的状态很明显为了让他们迅速的认罪 让公开审判能够迅速的完成 那么在审讯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对这四名恐怖分子进行了言行逼供 那么这里也可以看到普京他在判断力和决断力上 有了明显的下降 首先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普京过早的将矛头指向了乌克兰 那么按照普京的正常想法 既然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 那么无论这个袭击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 他都需要提供乌克兰是背后指使者的证据 那么如果这种证据不存在的话 炮制这些证据是需要时间的 但很快普京就发现 这次恐怖袭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大 以至于必须尽快的止损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将乌克兰只要成为幕后黑手 这已经不再是最高优先级了 最高优先级已经变成了要尽快的抓到四名凶手 这里呢有一系列的细节 是和以往的突发性的袭击事件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首先就是社交媒体非常发达 恐怖袭击现场的惨状 以及超过一百人的死亡人数 这些在网上迅速的发酵 紧接着呢 ISISK就直接公布了凶手的视频 因此呢 这就给普京想进一步的指认乌克兰作为幕后黑手 增加了难度 因为既然ISISK的视频已经显示出 凶手带有明显的中亚外貌特点 那普京呢 想要把乌克兰和这次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 就要费更多的周折 而与此同时呢 网上民意的发酵 就让普京感觉到 对于他现在最大的威胁 不再是俄国战士 而是俄罗斯内部民众 因为这次恐怖袭击 而对他的能力和掌控力的质疑 所以能否迅速的抓到凶手 就变成了排在第一位的首要任务 不过在抓到了凶手 并且进行了审判之后 现在普京要考虑的是 在下面的事态发展中 怎么才能让他掌控 俄罗斯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审判之后 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俄罗斯政府的发言人 对于是否澄清了乌克兰的嫌疑 是不置可否的 甚至可以说 俄罗斯的政府发言人 关于在审判之后 俄罗斯政府下一步会做什么 也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指向 这是因为普京本人 也还在考虑和斟酌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我在上一季的结尾跟大家说了 这一次的恐怖袭击事件 和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的 德国国会纵火案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当年的国会纵火案 是德国建立 以希特勒为首的 纳粹党一党专政 独裁政权的 关键性的事件 现在我们回头看 国会纵火案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突发性的历史事件 当时在德国的国会大厦进行纵火的 是一个失业的荷兰籍的建筑工人 马里努斯范德鲁贝 这个人呢 他是共产主义者 但他纵火呢 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 跟共产党组织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过这个时候的德国 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时间点 因为1932年11月 德国国会选举之后 当时总统兴登堡 想要建立一个基于议会 但是排斥左翼政党的本能内阁 当时德国的左翼政党有两个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 一个是共产党 而在国会里面呢 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大党 占20%的席位 第三大党呢 是德国共产党 占17%的席位 那么最大的党 则是纳粹党 希特勒这个时候 作为第一大党的党魁 已经成为了德国总理 但是他想通过 为马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授权法 授权法规定 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 自行制定规章来代替法律 这实际上就是走向独裁专政 但是这个授权法 需要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 通过才能生效 也就是只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在德国议会里 那么这个授权法就不可能通过 所以希特勒在获得了总理职位之后 就立刻要求 新能保总统解散议会 定于1933年3月5日重新选举 那么重新选举就意味着 希特勒必须要压制住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但即使希特勒得到了 总统新能保的帮助 但要完成他的目标 仍然是弹劾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意外突发性的 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了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纳粹党立刻宣称 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 大力宣传德国 正处于共产党发动革命的关键时刻 只有通过授权法 才能制止共产党发动革命 否则德国就会处于 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之中 因此 就在国会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 也就是1933年2月28日 德国颁布了国会纵火法令 将德国共产党视为非法 结果在3月5日 重新选举国会的时候 被列为非法的共产党 没有办法参加德国国会 在此之后呢 纳粹党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进行恐吓和人身威胁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授权法 获得了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赞同 得到了通过 而授权法通过之后 希特勒在一个月之内 取缔了所有非纳粹的政治党派 而且在纵火法令颁布的同一天 也是2月28日 当时德国的总统星能宝 颁布了两项法令 一个是关于保卫人民和国家 另外一个是反对背叛 德国人民和叛国者的阴谋 这两个法令 也就意味着 德国宪法里的114条 115条 117条 118条 123条 124条和153条 被彻底的终止 那么这些条款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条款实际上是为了保障 公民的人身权利 自由 言论 新闻 集会和集会的自由 通过废除这些条款 就意味着 公民的人身权利自由 以及其他的言论 新闻自由 都受到了限制 与此同时呢 这些法令 也允许政府 不受限制的进行 通信 窃听 搜查 和扣押财产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后续的影响 就是希特勒宣布 之后 德国的所有审判 都是由新组建的人民法院执行 什么叫人民法院呢 说是人民法院体现的是人民意志 但人民意志是由谁来代表的呢 是由纳粹党和他们的元首希特勒所代表的 也就是说纳粹党和希特勒的意志 就是人民的意志 而人民法院秉承的就是这个意志 所以可以说国会纵火案这个突发性的偶然的历史事件 就促成了德国建立起一个被民众接受的由纳粹党一党独裁的专政体制 而这次俄罗斯的恐怖袭击事件呢 和国会纵火案有很大的类似之处 都是突发性的恶性伤害事件 都激发了民众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心 那么像俄罗斯民众 现在心里可能最担忧的 就是俄罗斯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 当然这种担心会让民众因为受到了伤害 而对政府产生强烈的质疑 那么这种质疑呢 对于当权者像普京和希特勒来说 当然会让他们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但与此同时呢 也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就是他们会向民众反过来 给出一个选择的机会 那就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意志 完全置于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那么这也恰恰说明了 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进场 既不是由少数精英 只手遮天一路掌控的 也不是由广大的民众 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前行的 上天创造人类文明是公平的 每一个个体 都在为时间的下一步 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么当民众面对着希特勒 或者是普京这些当权者 给出的选择的时候 如果民众这个时候 只考虑眼前利益 只考虑自身利益 那么做出的选择就会很简单 这是当时德国民众所做出的选择 那么如果民众 他们考虑的更为深远 考虑的更为广泛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个选择 实际上是很难做的 他们就会纠结 而这种纠结呢 一旦汇集起来 就会成为对当权者的束缚 但从另外的角度说 这种纠结在短时间之内 肯定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效果 像急切想看到的答案 看不到 急切想得到的效果 得不到 恨不得明天就可以看到了改进 却还在那里扯皮 那么这些代价 是不是民众能够承受的 很多时候呢 这种代价是预知性的 也就是说民众会先承受代价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进 才能看到付出这种代价 所带来的回报 而且呢 往往是需要 在承受这些代价的同时 要继续艰难的坚持前行 这才能够看到最终的效果 那么一个社会 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基础的话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俄罗斯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普京在思考 那么很明显 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普京的一系列反应来看 普京真正考虑的 还是他对这个国家的掌控 不过否认呢 曾经的普京 也曾经认为 他的理想呢 就是带领着俄罗斯 重新走向强大 在刚开始呢 他把他的个人理想 和俄罗斯的国家命运 是绑定在一起的 那么随着他在这条道路上 走的时间越长 取得成功越多 他就会渐渐的认为 他个人的能力 就是这个国家强盛的 基本保障 那么如何能让他的个人能力 得到充分发挥呢 这就需要权力 一直在他的心里 他就会把 他个人权力的保障 等同于他个人能力的发挥 等同于国家的强盛 那么这种状态 持续的时间越长 我们就会发现 这种领导人 他会非常主观的 把自己的个人存在 抽象化和概念化 就像希特勒当年 是把他的个体存在 作为德意志意志 纳粹精神存在 那么这种 个体的抽象化和概念化 就会造成 这种领导人 不会再站在 人类个体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 他会把他自身 和其他人类个体 之间的交流渠道 变成是单向的渠道 也就是只有他 向其他个体 发布命令的 单向渠道 而不再存在 反馈的渠道 或者说呢 即使有反馈渠道 在形式上的存在 但反馈来的信息 这个作为领导人的个体 已经完全的 不屑一顾了 那么这种状态呢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和人类文明 发展的基本原则 是相悖的 所以说呢 普京 你可以说他现在考虑的是 他个人的利益 那么他自己也可以说 他考虑的是国家利益 因为在他那里 他的个人利益 和国家利益 已经好而为一了 但不管是普京的个人利益 还是所谓的国家利益 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这普京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绝对不会考虑 民众的个体利益 不过这里所说的 他不会考虑 民众的个体利益 只是民众个体的长远利益 为了保证 他对国家和政权的掌控 他一定会考虑和利用 民众个体的短期利益 因为只有这样 民众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才会和普京保持一致 因此普京下一步 到底会怎么做 他会给俄罗斯民众 出一道什么样的选择体 这对于他自己 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 对于俄罗斯民众 乃至对于全世界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至于说具体的发展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让我们接着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